弟兄姐妹早晨平安 人活在这世上 免不了要面对人际关系的问题 我们既活在神的引导下 也活在人群里 所以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以及我们身边人的关系 都大大影响我们 我们所遇见的人 都是上帝安排在我们身边的 绝没有偶然的事 当中的遇见 隐藏着神的祝福 当我们失去与神的关系时 我们也失去了 这些关系所带来的祝福 我们就会渐渐封闭自己 虽活在人群里 但却感到孤单乏味 越想用自己的能力 去改进与身边人的关系 就越得创伤 根本就无法享受 神给我们这些人脉的祝福 以及喜乐 相反的 我们开始猜忌人对我们的看法 一直怀疑人看不起我们 开始有比较的心 认为自己不足 而产生自卑感 人际关系就是在此时 开始有裂痕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恢复一切的关系 享受牧父的生活呢 首先 在众多人际关系的医治里 一定要检讨我们与主内肢体的关系 信徒之间的联系 就是将基督的荣耀显明 让人得见神的此爱已经祝福 所以上帝绝对看重 以及在乎信徒之间的相处 如果一个人说他爱神 可是却不能爱不能接纳身边主内肢体的不足 以及他的缺点 那么他的生命是很矛盾的 撒旦也是故意要破坏这样的关系 来阻止信徒彼此同工以及传福音 能看见撒旦的计谋的人 就不会留在成见 冷漠与无果子的光景里 他会明白 上帝的心肠是要信徒之间和睦 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能与肢体和睦 看似很容易 只要是人缘特好的人 就能做到 但若不在基督里 原有的关系里 深入的理解与认识 这肢体间的关系 与世界人的友谊就没有分别了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 在轻视与论断的背后 有杀人的灵 这灵常让人轻视 以及论断人 从而造成更多的误解 成见 我们要拒绝这灵的谎言 这谎言 却不能种下生根 我们便会看见上帝 保护我们的心怀意念 里头也会产生理解 与怜悯肢体的心 纵然 我们常带着是非之心去判断人 但上帝的爱是能包容人 一切的软弱 以及缺点的 教会疑惑的事 比对错的事还普遍 疑惑的事 总是让人失去判断 无法拿定主意 失去立场 但我们不轻视或论断软弱的肢体 罗马书十四章一节 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四到五节 你是谁 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赞助 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赞助 因为主能使他赞助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 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 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所以 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因此 基督死了又活了 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 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叹弟兄呢 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经上写着 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 万息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 在上帝面前说明 所以 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 谁也不给弟兄 犯下半脚跌人之物 简短来说 上帝透过这几处经文 是要显明 没有正确 应用信心 而产生三种间接的罪 无常妥协 而去行一些疑惑的事 这样的做法 显然是不听从 自己心里的圣灵 所以会给魔鬼留地步 若信心不许可 最好不要一意孤行 往往一意孤行后 自己的心 就受到谴责 信心也受到亏损 许多事没有对错之分 但若你知道 会叫主内肢体跌倒 忧愁的事 就不应当去做 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完全的 若无意中 做了一些半导人之事 不要停留在控告的心 来在主里留意 建立追求完全 当肢体中 有分歧的事发生时 我们应当表明 公正的立场以及看法 我们不是审判者 但求神赐我们胆量 以及正确的判断力 来纠正与劝勉 我们所爱的肢体 在追求和睦 以及建立彼此得心的事上 肢体间的关系都恢复 我们不但有共同的目标 直奔基督的国 我们凡事 也追求主的美意 分担彼此的忧愁与喜乐 沟通后能理解彼此 体恤与帮补彼此的短处 一起配搭牧养传福音 在爱里说诚实话 来造就自己 在这罪恶满营的时代里 这天国的路是不容易走 但若肢体中能彼此坚立 彼此相爱的话 教会许多医治的工作 便能展开 上帝要借着我们灵力的关系 来兼须主的功 教会一辈子要做的 就是生命施工 因为生命是影响生命的 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 都是何等的宝贵以及重要的 即使我们发现自己的缺点 或丑陋之处后 我们仍然能坦然面对 甚至带来上帝的面前 求神更新我们的生命 扩大我们这爱的器皿 以祷告来保护 兼须我们肢体的信心 成为这末世的祝福